就是這樣拍一拍 拿起防曬噴霧往手上噴 女韓粉愛漂亮 連穿牛仔短裙的雙腿 也要趕緊不噴防曬 當然要防曬噴霧 然後一定也要有個防曬粉餅 要半年一定會曬黑 防曬小屋準備齊全 帽子茶水不離身 還有挺韓攤商 擺出韓國瑜人形立牌當model 賣起隨身小電扇 韓國瑜身上戴的是什麼 掛著這個白色的風扇 我們叫它寒流風扇吹出來的風 是寒流是讓人家可以降溫的 小風扇直接掛在脖子上 兩個出風口 往臉上 頭上吹 還能自己調整風向 可以這樣子 可以這樣子 要吹哪裡都 很多姿勢的臉 對 15號雲林多雲天氣 高溫33度 中午12點到2點最熱 白天將近9個小時 太陽都很曬 那是很早就來啦 天氣太熱了 天氣太熱了 還有支持者 疑似天氣太熱中暑 救護人員扶他上救護車 送往醫院檢查 造勢活動現場又熱又曬 大家都撐起雨傘 也有攤商賣起薄荷棒和酸痛貼布 現場幫記者按摩肩頸穴道 避免他被太陽曬到頭昏腦障 今天全台灣好天氣 中南部高溫33度 但南部山區午後可能會下雨 提醒民眾參加雨嶺挺寒造勢活動 一定要戴帽子或雨傘防曬 也要記得多補充水分才不會中暑 這條雨嶺送浩報道